小S到底有多么敢说 小S的主持风格一贯是非常的大胆 经常会问一些嘉宾比较私密的话题 就在小S最新主持的节目中 在车上回应网友们所提到的犀利问题 有网友问道 小S现在老公还行吗 小S直接大胆回忆称 两个人已经三年没有过了 对应回答也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 贾静雯做客小S主持的节目 面对于小S的问题 贾静雯似乎是有一点招架不住 小S与贾静雯在聊到夫妻方面时 说到过自己与老公出门还会相互亲吻一下 但是没有夫妻生活 还说两个人相处的方式是在养老院 而贾静雯却说 自己与老公虽然没有出门亲吻的习惯 但是该有的夫妻生活还是有的 这回答让小S直接惊讶地问道 结婚多久了 而贾静雯甜蜜地回答道 已经七年了 对让小S满脸的羡慕 随后又问道 结婚这么久了还有心动的感觉吗 贾静雯一脸甜蜜地说 夏天看到修姐姐穿着白色背心 看到她露出的肌肉特别的性感 自己还会把头靠在修姐姐的肩膀上 就是这样的情形让她觉得非常的幸福 然而贾静雯在遇到修姐姐之前 却是经历了一生的黑暗 贾静雯与前夫离婚互私 用两千多万换来了大女儿的抚养权 最后赔了青春跟金钱 连事业也遭到了重创 而贾静雯遇到修姐姐之后 整个人像是重生了一般 这大概就是加倍了人的样子 说起贾静雯与修姐姐这对姐弟恋也是非常的甜蜜 大家都知道贾静雯的上一段婚姻并不幸福 而她还独自带着一个女儿 然而修姐姐并不在乎这些 还将大女儿视作亲生女儿一样去疼爱 当贾静雯要独自带着女儿录制节目时 修姐姐临走前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 还写下了小便签暖心的提醒贾静雯 两个人结婚七年现在还是跟初恋一般 贾静雯更是冒着高龄生产的危险 给修姐姐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而现在贾静雯与修姐姐两个人的感情 依旧保持得十分新鲜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反观小S面对不幸福的婚姻 还要依旧在镜头面前保持恩爱 大概也只有在喝醉了的时候才会吐露真言吧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